袁立太猛了,手撕别人被指精神病,大尺度穿衣更让人钦佩。 近日的娱乐圈可谓风起云涌,除了王宝强马荣离婚案的二婶,还有前央视主持人炮红冯小刚等人,更有女星袁立手撕华裔,最近又开始撕逼李冰冰,袁立真是太猛了。 不但直李冰冰是小县城柴祸妞,还善出旗和大师王林旧照,简直是无底线了,惹来网友一片热意。 今天小编要说的原理,不但是性格猛,什么话都敢说,而且着装也猛,什么样的衣服都敢穿。 还记得他在华表奖第十四届颁奖晚会上的透视装吗?黑色透视装不带美碑全裸,而且性感钉字酷印约可见,这是在博眼球吗?不过这也太豁得出去了吧,尺度之大简直让人瞠目。 再来看看原理的暴乳装扮,依然是猛人一个傲人事业线一览无鱼,绝对一道生猛的海鲜,这样的尺度不是一般女心敢于尝试的。 在娱乐圈,原理的猛是公认的,甚至是一个被精神病的演员,在许多人眼中他就是精神有问题,他爆出浙江卫视演员的代表。 诞生节目连投票器都是假的,只是模型而已,一个人敢于挑战浙江卫视这么大的利益集团,确实够猛的。 现在,他又凭一级之力挑战中国电影的老大华裔集团,更是把猛发挥到了极致,你怎么看原理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